杨雄自紫云属郡成都人 他的先人是有周伯乔的后代 作为树出旁枝已尽的杨作为十亿 并以此为事 不知伯乔是周的哪一只戏 杨在河 坟之间 周衰亡后杨是有人称侯 号称杨侯 碰上近六亲争权 韩 魏 赵兴起而犯 中杭 之伯衰落 这时 逼迫杨侯 杨侯逃到楚乌山 在那管家 楚汉兴起时 杨氏逆江上行 住到八江州 杨继官坐到卢江太守 汉园顶尖躲避仇人 又逆江上行 住到小山南面的皮 有一坛田 一屈宅 世代以耕种养残为职业 从季到雄 五代只有一子单传 所以杨雄在属 没有别的杨族 杨雄小时候好学 不研究章句 通晓自此解释而已 博览群书无所不读 为人平易宽和 口吃不能快速讲话 静慕爱沉思 清静无为 没有什么嗜好欲望 不追逐富贵 不担忧贫贱 不故意修炼品性 来在世上求取生命 家产不超过十斤 穷得没有一时欲凉 却很安然 自身胸怀博大 不是圣旨的书不喜欢 不合己意 即使能富贵也不敢 却很喜欢慈父 此前 属有司马香儒 做父很壮丽典雅 杨雄心中佩服他 每次做父 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 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香儒 却至于不被容纳 做离骚 自己投将而死 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 读时没有不流泪的 认为君子时事顺利 就大有作为 时事不顺 就向龙蛇折服 给予好不好生命 何必自己投水呢 便写了一篇文章 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 而反驳他 从树山头到江水中 来挨到屈原 名为反离骚 又一离骚重作一篇 名叫广骚 又一西宋以下 到淮沙作一卷 名叫叛劳愁 叛劳愁 广骚文字多不记载 只记载反离骚 词中说 可有周是清廉啊 起源于坟畔 神灵的后代 从博桥开始续谱 发展到末代的杨侯 经历了江河的大波 得到周楚的美丽 沿着江边投下调文 进到楚头乡的无罪死沉 天路不开啊 为何纯洁而遭难 惠拙不光明的东西 交杂纷乱 汉经时代到了杨朔 招摇即时 为周正月 取返于皇天的清明 和大地的周正 想到你是贵族之后 又看到你的美好的文词 佩戴着规矩和横气 踩着妖心的足迹 平素身穿美衣 为何文采纵横 却性情狭隘 身有作娃的美发 却迈到九龙去求利 凤凰在彭壁飞翔 哪果是嫁额赶得上的 一流跑在曲折险阻中 便艰难与驴螺齐步 只记脏乱 元航担心不敢下去 楚王既然相信 坦 言得谗言 你为何不早察觉 穿着季企的绿衣 披着芙蓉的珠肠 芳香浓烈 没人间到 不如叠好放在别的屋中 鱼子们比赛融资绰约 互相以加力之态争笔 知道美女们的嫉妒 你何必皱起峨眉 美好的神龙潜伏深渊 等待云起而腾飞 没有春风分扬 谁知龙的所在 可叹你多芬芳 飘散光盛的香灵 遭到季下的冷霜 夭折而失去了美丽 渡过辽 敌往南 到那苍吾 乘着辽坛的福波 向崇华讨个公正 诉说心中的烦恼 怕仲华不向着你 乘着阳侯的白浪 难道单会赞许你 细穷县和秋菊 要用来长想天年 面对细困自沉 怕日落西山 解开扶桑的车配 让他放纵奔驰 鸾黄飞腾都赶不上 不只是迎庆和恶面 卷起壁纸和若慧 投入香顶 大把的深娇和俊贵 淹没于江湖 用娇许请神 又找到很多穷毛 不听从林芬的占卜 却在江畔投水身亡 你继仰慕父说 为何不真的实行 突然担心悲歌要叫 却在白草之前不芬芳 原来你抛弃了楚飞 又想摇台的美女 叫熊镇来做梅 为何多次离去 一个也配不上 乘着以你的云泥 向恳赫周游 放眼四方而赶怀 何必飞在高丘做官 既没有盛美的蓝车 又怎家威仪的巴龙 对着江畔抹泪泪 又怎么有九招和九歌 圣哲的遭遇 本是天使和命运 虽常西线感叹 怕灵修也不因你而改变 从前众你离开路 来来往往周游 最终回到旧国 何必非投身 相抵激留 以为渔父吃糟喝烟污浊 自己沐浴后 抖去一尘纯洁 丢掉游 交所珍重的 重蹈彭贤的覆辙 经代事实 有门客推荐岁的文章向丹营 皇上正交辞 居肯三十 进度后土 来求祭祀 赵沃雄在城朗亭中待照 正月 跟着上居心 回来上奏甘全赴讽剑 词中说 选帝时代 要交四上旋 祭三墓 求神佑 尊明浩 何于三皇 仿效五帝 优厚赐福 开拓四统 于是便命百官 选集一一 和梁臣 如同星空的分布运行 下令招摇和太阴 让沟臣率兵 连结天地作为壁垒 踏击魁梁 游狂 八卫神来往奔走 容装壮丽 吃游那些人带着干江 拿着玉漆 凌乱地飞跑逃窜 都聚在一起狂奔 半途分散 交织排列 像鱼鳞一样分杂 参差不齐 像鱼鸟一样上下翻腾 像乌蒙一样开河聚散 光辉四散 灿然分布 于是成渝以凤凰为室 覆盖着华枝 四匹仓吃 六匹素球 吃球奋飞 车势圣美 阴阳开河聚散 生渝轻销越过浮影 骑师处理多么繁盛 毛氏如流星垫竹一般 都是翠盖鸾旗 营中聚集万骑 排列着千成御车 车身轰鸣参差 轻车比迅雷狂风还快 高下参差 曲折成澈 登上传乐道天门 试过天门到达寒冷之地 这时味道甘泉 遥望连绵的通天 下面阴冷低下 上面分杂交错 高值通天 不可凉度 平原坦荡宽广 林中草丛牲畜猎数星智 聚集并肩和拔 分散无际 丘陵高大 勾股深险 相连的离宫到处灰映 风鸾石棺连绵相接 于是大厦如云波怪弹 摧尾而成官缺 举目仰视 晕眩不能见 浏览其高大 指点其东西的绵长 心意迷惶昏乱 扶着轩灵环顾 其剑远映无边 玉树苍翠青葱 玛脑西角是必灿烂 涌见的惊人 背负着忠鱼 龙铃眼而张开 举着明亮的火炬 乘着太阳的光辉 比得上上帝著的线谱 如同太医的尊神 高台翘然读出 耸翘至于北极 众星延伸到巫翼 鸳跃经过巫吕中央 雷声在深游中轰鸣 电光在墙里间闪烁 鬼魅不能到达 半途而坠落 沿着道影走过浮桥 蚊虫能浮到天空 左为掺枪右为玄冥 前为嫖缺后为印门 鹰壁西海河幽都 李泉涌出古七亿城河 蛟龙在东岸泉区 白虎在昆仑怒吼 观览高光的曲折 在西乡清闲处闲暇徨 前殿摧尾 何时玲珑声光 力扶住驾飞船 神在暗中扶持 高门空虚红远 如子宫般深邃 交错绵延 脆微相绕 蹬着云河上下 交错身通自然天成 红彩琉璃 脆其蜿蜒 街巡视和轻宫 好比登高远望 临渊肃目 回风放起 过栋重树 跪胶披散一阳俱合 香气高飘 上颂巫义祝福 声响震起树根河洞 轰鸣传入中内 打开玉户金铺 散发出兰徽弯卫的芳香 风吹鼓为杖 幽影深境 阴阳轻拙木语相合 好比葵 牙在调情 斑 锤扔了他们的刀枣 往耳丢掉旗钩上 即使征桥和顾全并行 也好像在梦中 于是事物变化 使人惊骇 是天子在真台显管 玉士船头的 深广宫中的宿木之荣 可以倾心尽弃 处今深思 感动天地 祈福于三神 便寻找可与高 一相敌的人 超越众人的俊才 有甘堂的美德 怀树争的意愿 一起聚集在杨陵之宫 知臂力作息 折穷之为方 西青云青霞 喝若木华的露水 聚集在礼神的院右 灯 又歌颂地神的堂屋 竖起七亮的长配 华盖威夷昭明 灯玄机向来看 环顾三威 陈列很多车 于东刚 放闲至 夫向下奔驰 飘过龙渊 回到几盖 窥见地底 又回到上面 风吉池福霞 鸾凤闲着英蕊 渡过弱水 好像他很浅 又轻易地越过不周 想希望母郑愉快地祝寿 交玉女和楚飞回避 玉女无从显示其青铜 楚飞不得展示其峨眉 懒道德金刚 与神明资质同等 于是恭敬地 姬柴囚服 辽寻黄天 招摇太一 举红仪 树涅起 木柴马赶铜坟 一分散于四方 树照沧海 西照流沙 北晃幽都 南热丹鸭 玄赞中贵畅已满 芬芳弥漫 火光感动黄龙 火飞化作大灵 派乌贤叫天门 开天庭请众神 冰柱神影降于清潭 祥瑞圣机如山 于是功成士币转车回归 经过三蛮 在赛殿修 自天门地际都打开 八荒其同万国和谐 灯肯王积雷谷 响生震天勇时奋起 云飞扬与庞陀 都说是美得赵万事 乱约 高高的环丘 高远的天空 升降上下 环绕回洲 重宫参差 高峻相连 谢辞深邃 没有边际 上天之势 高远迅疾 圣皇美好 与天地配 近来交际 神明依附 徘徊招摇 舒缓自如 光辉炫耀 降下福祉 子子孙孙 永无穷极 甘泉本是在 秦立宫的基础上建成 已很奢侈华丽 五帝又增见通天 高光 迎风 宫外近处是 红鸭 彷徨 储须 弩路 远处是石棺 风鸾 知雀 陆寒 唐黎 诗德 游关归立其尾 没有不雕刻的木器 没有不绘画的墙壁 周轩的考试 班更的迁都 下背的攻势 唐鱼 科传三等的制度 并且为时已久 不是成帝所造 杨雄想见 又感到不是时候 想沉默又不能自己 因此便推崇他 尚比于帝氏子宫 好像说 这不是人力所为 如果说是鬼神所见到可以 还有这时 烫昭仪正受宠 每次上甘泉 常按照礼仪 让他随从 坐在随车的豹尾之内 所以杨雄姑且极力形容 车骑众多 参离之架 不能用来感动天地 祈福于三神 又说赤退玉女 绿妃 来委婉劝解前进之事 赴承上奏 天子很是惊艺 其年三月 要及后土 皇上就率群臣渡过大河 到达坟婴 祭祀结束 在路上游览戒山 绕过安邑 游览龙门 延迟 登立官 上西月而望八荒 踏着英州前址 远望而思念唐玉之风 杨雄认为 凌川献渝不如退而解往 回去后 献上河东赴 加以讽见 附中说 这年晚春 要寄厚土 拜灵奇 到树胶焚焚婴 于是乐客尊名 垂传红叶 发祥降福 静顺神明 非常盛美 不能禁书 于是命令群臣 整齐法福 灵奇 执翠凤装饰之车 六马迅疾之车程 调转奔兴般的流瞻 拉开天狼的微壶 张开耀热的玄毛 杨左道 批云式 举电鞭 驾雷车 敲响大钟 竖起舞旗 西河主管太阳 阎轮驾车 风吹翻拂 神鬼腾奔 千车万骑 圣乱壮节 怡然自得 天地动摇 跳过秋山 越过精卫 情神恐惧跳跃 魂以低暗 和灵精动 掌聚滑 足蹈衰 便到了阴公 速速目目 行动有节 灵奇已到 五方之神叙字已定 天玄地皇 大兴于后 于是淋雨稳步 周游安育 观蓝企业 探赛宫而为雄伤感 在龙朗未到大雨 开沟导流洪水 布散九河于东海之兵 登上立观遥望 漫游归画 欣赏往昔的浅峰 喜欢于是锁庚之地 看到了帝堂的高大 和盛州的安宁 徘徊不能离去 想看该下和鹏城 增悟南朝的崎岖 喜爱滨奇的广平 成翠龙渡河 登上蒸龙的西月 云飘飘而来迎接 雨露降下 寂静幽深 云气萦绕 在南北喝翅风波 在东西喝翅雨失 和于天地而独立 广大无比 沿路归来 包容诸夏的大汉 别朝怎能与他相比 甘 昆的真兆 六窑都是龙 驱使勾芒和入收 驾驭玄名和祝容 勉励众神做到的表率 歌颂六经 发挥旗帜 圣德过于有州 仿效三皇 过于五帝 起自平路 谁说路远不能跟从 这年十二月雨裂 羊雄随从 认为在古代二帝三王之时 公馆台械 找持怨谱 领谱生活的产物 足够供奉娇庙 接待宾客 放满厨房而已 不抢夺百姓肥沃的 粮田和种丧者的土地 鱼子有鱼布 男子有鱼粮 国家富饶 上下充足 所以甘露落在庭园中 甘泉从池塘国涌出 凤凰在树上筑巢 黄王在池沼中游动 麒麟到齐愿又 神却在灵中栖息 从前与任命义主管山泽 上下和谐 草木茂盛 成汤喜爱甜烈 而天下才用充足 文王的圆谱百里 百姓仍以为太小 齐宣王元又四十里 百姓认为太大 这是史明富足 和抢夺名才的区别 五地扩展上陵 南岛宜春 鼎湖 玉宿 昆吾 西邦南山 道长阳 武诈 北绕黄山 东陵渭水 周长数百里 仿照滇河挖掘昆明池 迎建建章 凤雀 神明 玉缩 建台 太叶取向海水 环绕方丈 迎周 蓬莱 游官奢华 美妙无比 虽然把上陵院的三个边 割了不少给平民 然而与猎田车 战马 器械储备工墙的建制 仍太奢侈浮华 不适摇 顺 承汤 文王三驱的本意 杨雄又怕后代 再因爱好而增修 不以拳台为教训 便急叫猎父来仿建 此中说 有人称赞西农 难道后代帝王 更有文士吗 议论者说不是 各自因实质疑 何必按照一个准则 否则封泰山 怎能有72种仪式 所以创业垂统的人 都没有错 远近的五帝三王 谁知对错 于是作诵到 神圣壮丽 住在玄宫 同地一样富庶 同天一样高贵 齐环不配来扶车 楚言不配来驾马 打通三王的爱辟 大步前进 像五帝般红阔 像三皇般高远 以道德为老师 和仁义交朋友 于是炎炎末月 英气大盛 万物出生于内 枯死于外 皇上要到 灵德的院又打猎 开拓北边 顶着西北风 来继承专须 玄冥之夜 下诏愚人管湖 树到昆边 西到归河 储备待命 树族立于道旁 储平荆棘野草 一 未进行 整治 风 低 周围广大 一一月从中胜落 天地显得遥远 再三遍 见虎落 左围司马门 直进百里 左围殿门 外面正南道海 左邻渔渊 高山独立 广阔无垠 和音大会 先设置在白杨南面 昆明美湖东面 奔玉等人 带顿背语 拿着墨爷拦截 上万禽兽 其余地背着垂天大纲 张着盖地的副车 放下日月旗的红杆 举起飞扬的会星旗 青云坐流 彩虹为落 这在昆仑山谷 分散如繁星排列 浩大四滚滚波涛 来来往往 前后遮拦 彗星座碉堡 明月为了望台 迎货做私命 用天壶发射 轻快挫杂 满路浩荡 灰车缴 次序飞驰 浩浩荡荡 翻山上坡 幽绝辽远 并列在高原上 与其盘旋 浮世分明 继分往来 络绎不绝 若隐若现 分布在清灵之下 于是天子在日出后 从玄宫出来 壮大中 树九流 六只白虎 拉着灵车 吃油并车 蒙宫坐先驱 立向天的旗 杨福星的瞻 雷鸣电闪 图火轮边 翠聚盛大 倡议旷达 指挥八阵开关 飞连 云诗 喘息萧索 还不如鱼灵 何聚如龙语 揪揪枪枪枪 静西园 静神光 远望平乐 穿越竹林 彩绘园 踏兰坡 燃起烽火 遇者险计 千马并驱 较齐万君 萧虎行镇 纵横交错 飙吼雷阵 轰轰烈烈 天摇地动 分散弥漫 散布数千万里以外 至于壮世慷慨 疫情别去 东西南北 随意驱驰 拉舱使 勒稀惨 踢浮迷 杀大挺 斗悬园 藤越凌空 力拔驱数 走驱之 细剑门 尘埃分起 山谷因此起狂风 丛林因此门灰尘 至于能负一敌的人 脚踢松柏 掌机吉利 在草木茂密处打猎 亚飞擎 踩虎豹 扯长蛇 勾沙红豹 牵引向西 渡山林 过悲淌 车骑如云 上下难分 太华作流 雄尔作坠 树道山转 散步如天外 漫步于水边 游牧于境内 于是晴空无云 逢懂睁眼 行距拉宫 黄车纷纷 光照天地 望离收江 徐徐到了上岩 正为变幻 稍稍聚敛 曲折重叠 各按行物 壁垒盘旋 伏击如电 碰到的变碎 靠近的就破 鸟来不及飞 野兽不能通过 军队惊骇 扫瓜野地 等到喊车飞奔 骑兵迅猛 踏飞豹 捉造洋 追天堡 处于一面 回应忽然之声 伏击流光 山野穷尽 全获雄词动物 群兽众多 在纵网中张绝 三军众盛 穷追跑兽 杰柱乱兽 只见飞禽背负 西四相抵 熊熊搏斗 虎豹金黄 突然脚底扼击 战力恐怖 魂飞魄散 触车辐射投井 乱发剑也能打中 进退都能踩到祸去 伤兽过于车轮 像丘陵一样堆积 于是飞禽衰亡 互相聚在身闲之馆 面朝真持 引其凉水 和江河水 数望极日 希望无忌 随诸何事 再坡上闪耀 浴室高间 清光耀木 汉女潜水 怪物幽暗 不能穷尽其形貌 玄轮孔雀 翡翠流光 王居关关 红艳莺莺 在其中游戏 叫叫而鸣 浮鹿飞鹿 上下磕碰 声如雷霆 便叫纹身的技工 入水和鱼虫搏斗 破硬兵 入深渊 攀岩浮岸 逼取骄斥 踏边塔 捉巢驼 抓灵烧 入洞穴 出仓舞 乘大鱼 齐聚精 漂浮棚里 探望有鱼 正追击有夜光的琉璃 打开明月般的珠妇 鞭打落水的楚飞 宴请屈原和彭须 于是大如出现 高车官 衣服杂色 修堂点 正雅送 在前行礼 光明闪耀 声响如神 仁慈的施惠于北敌 在南陵进行驿战 所以穿瞻球的大王 胡豪的官长 宋氏来朝 举手称臣 前面进入围川 后面沉冰庐山 众公卿 常搏扬珠 莫敌之辈 愧然探道 道德真高啊 即使有唐 于 大夏 成州的兴盛 又怎能超过他 太古的朝靖数月 但梁山脚 如不是今世 谁能行呢 皇上仍谦让说 不然 便将从上猎取三陵的流光 下面开掘李泉之水 打开黄龙洞 偷看凤凰朝 面对麒麟的原有 到神鸟的树林 缩小于梦和梦珠 借张华 孝陵台 少到离宫停止官邮 不装饰建筑 不雕化木器 劝名农丧 勉励其不要懈怠 使男女婚配合十 怕贫穷的人 得不到丰饶之力 开皇帝灵院 散发工价储粮 开创道德的诱怨 宽广人会的于泽 在神明的原有中奔驰 观察群臣的得势 放开制图 收起制服 麋鹿柴木和百姓共有 大概到了这种地步 于是大德纯美 盛世良法 慰劳三皇 勉励五帝 不也很盛大吗 于是恭敬和义之人 立君臣结义 遵圣贤公业 无暇于美丽的院友 和游烈的奢靡 于是调转车头 远离饿旁 回到魏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